本节目由酷娃音乐独家播出 我的婚礼生 你已经犯下了这样的过失 可准备好了要迎接你的死亡 孙庆的陛下 我 四王子 大贤者 我虽然一向尊重你的仁慈与博学 但这一次 你别想拦住 您必须要倾听他人的苦难与建议 做出正确的判断 这是您身为这个国家的王子 所必须要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尊敬的大贤者 感谢你曾救了我的性命 如今 我也被主人赐给了你 今后 我便是你最忠实的奴仆 你虽是奴仆 但也是我与四王子之间 友谊的见证者 友谊 因为我们想着的是同一个国家 也藏着万丈深渊 多少人为了他就此场面 却不能闭上双眼 那是谁 登上高高山顶 让传说继续流传 他太放肆了 以为自己是这个国家的闲者 我就不能把他怎么样了 你 抬起头来 是 当初 是我 把你送给他了 所以 说到底 我才是你的主人 明白吗 我 我不明白 他虽然曾经帮过我很累 但如今只会一味地妨碍我 杀了他 我会给你自由 给你田地努力 你从此 就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 聪明的 愚笨的 善良的人 还有你熟悉的人 在山坡 在悬崖 在山顶 伤心愿 在一年之间 原来 他是这样认为的 先生 请你与我一起逃走吧 我这是城门的守卫 我们可以连夜出城离开 只要不被四王子抓住 我们就自由了 好 你先去打点 聪明的 接手 接手 善良的人 都是你熟悉的人 在山坡 在悬崖 在巡峰 在巡峰 在这人世界 让雪花 纷纷扬扬扬 在这个风巡宴 请允许我这卑微的 言由诗人 为各位讲述一个故事 它或许是历史 也或许只是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如紫钉香一般高尚 光辉而不灭的行程 优优独扬扬扬扬扬扬扬声 从十一年之间 不灭的行程 中文字幕远 下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